2021年8月19日 澳洲有752個本地確診 其中有16個去了首都ACT 另外有682個在新南威爾斯 另外有54個在衛省 本地確診752也破了將近一年前的紀錄 一年前在2020年8月5日 當時最多的一天確診是698 現在是752 另外有4個海外輸入 3個在新南威爾斯 一個去了南澳 現在我們的會議確診數目 已經是8955 其中大部份8000多個在新南威爾斯 有80多個在首都ACT 軍事難有97個 而衛省有將近300個 296個 我們現在的總共確診數目 已經是41522 而死亡方面也不幸增加了一個人 現在是去到971個死亡的紀錄 旅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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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旅行